中国的军事实力发展速度,让全世界瞠目结舌,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,在建国之初,我国工业基础薄弱,虽然有海军部队,但是每一艘3000吨左右的军舰都见不出来。 但是,如今的中国海军实力,已领先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,虽然和美国的差距还是有一段距离,但是,相信中国的潜力,未来和美国齐头并竟并不是难事,但是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百多年前。 不久前,英国海军大臣在回答机制提问时称,英国将派遣伊丽莎白号航母赴亚洲进行海上巡逻,彰显英国在该海域的存在,但如今的中国海军,早已不是20年前的样子了。 最近40年内,中国海军将所有的老座装备全部更新,重新装备了一批前进,性能有一些武器,目前中国装备的主力舰艇052级驱逐舰和054级护卫舰,是世界排名前五的军舰。 而中国的研发能力还在不断的提高中,在一些高精尖领域,中国也取得了很多突破,其中的激光武器、电磁武器,让西方吃惊不已。 光拿海舰队的30多艘军舰就可以随时补下一箱大网,等其入洞。 在2000年之后,中国下饺子一般服役了数百艘军舰,起建造和服役速度,让去全世界瞠目结舌。 即使是世界军事实力第二的俄罗斯也是惊叹不已。 他们好奇,为什么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造就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? 这并不是20年之功,是中国从建国之后,就一直慢慢积累出来的。 中国之前一直被诟病的航母转板,在最近时间,飞速发展,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,中国已经具备了研发航母的能力。 国产航母001号就是最好的见证,中国正在推进航母相关的系统性的高精尖的研究。 未来中国的航母将会越来越先进,就连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飞速提升,都忌惮不已。 更何况早已没落的英国,美军认为,假以时日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,并不是没有可能。 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强国,不管是知识、经历、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,虽然漫长,但一定会实现。 而中国走的是和平复兴之路,不会在崛起的过程中,侵犯他国利益,但也不会任人摆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